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播黄日辉 欢迎收看我们的联播频道 关心中台湾的大小事 国民党青年立委参选人 预告了国民党庆祝双十国庆的活动 除了会有主席朱立伦 在中央党部主持升旗 前总统马英九和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到场同庆之外 另外也宣传执政的十四个县市 升旗以及慢跑活动 参选人李明璇也特别制作国旗歌的MV 为中华民国献上生日的祝福 112年国庆名称使用台湾一字 前总统马英九发文指控 此举偷渡台独概念 并宣告拒绝出席大会活动 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则表示 率先使用台湾作为国庆标志 就是在马英九任内开始 出访期间也曾用台湾总统自我介绍 呼吁身为前总统应当出席活动 表示国家团结 立法院长尤锡坤也怀疑 发文的举措是否是因为选战关系 受人指点所为 这个意见好像不是在 马先生自己个人的意见 他不知道幕后是谁给他的意见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 马先生你应该要前后一次 不要忽然间变卦 而且就是在你的阵内 你就写台湾 国民党中央预告自己的国庆活动 一样由主席朱立伦主持升旗 党内重要人士如马英九吴伯雄 市长蒋万安与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都会到场参与 高雄立委参选人李明玄 推出自制国旗歌短片 表达自己的爱国心 我制作这一首国旗歌最主要想要表达的一个 重点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是属于国家的 是属于每一个人民的 它不是属于任何政党的专利 那所以这一支国旗歌的影片呢 它不是中国国民党的宣传片 也不是李明玄的竞选影片 它是呈现我们每一个国民跟国旗的 浪漫感动的时刻 国民党也宣传地方执政14个县市 都会有升旗庆祝活动 除了台中释放国庆焰火 云林 宜兰 花莲 干马祖 还有剑走活动 批评民进党执政多次在国家形象标章上 置换中华民国国号为台湾的情形 指责这是使用台独概念消灭国家意识 提到松山新一区参选人徐巧新 将自费发送10万只国旗为例 参选人认为 这就体现了国民党青年 爱护国家与国旗的精神 记者邱博廷台北采访报道 推荷台北采访报道